人里桥介于吉安湘和花莲市之间的重要道路 是往返车辆相当的多 而为了要了解人里桥改善规划的内容 花莲县政府邀请了东福中心的副执行长 郭英义、立委、傅昆琦办公室的主任陈松年 县议员黄欣、吉安湘代表会的主席邱美云等人到现场来会刊 县议员黄欣也建议相关单位要做好事前规划的工作 让返返这里的乡亲能够有行车的安全 人里桥周边原本有八户在这里居住 基于安全的考量 花莲县政府也积极地跟住户沟通 搬离现在的居住地来做好整治规划的工作 另外人里桥前面改善了工程 工路总局今年也核定了进行改善 为了做好事前的规划工作 花莲县政府并且邀请东福中心副执行长郭英义 先言黄欣 六位副婚企办公室主任陈松年 将下面代表会主席出名前往现场会刊 以前据我所知道 那这阵子在三月份的话 工路总局总算有核准了 我们整个人里桥梁的一个做改善 那后面县政府会依照 包括我们的东昌 人里一街的部分 一并来做改善 包括这个拆迁户的部分 目前八户已经拆掉六户的 还有后面两户的部分 陆续的部分县政府应该会来做强制的一个执行 那从拆迁的补偿费的话 又重宽来做建制 因为公共建设的关系 那这个部分会配合桥梁的一并来拓宽 那希望能够改善之后 我们的人里一街跟东昌一街这个部分 整个沿岸的部分 桥梁车道或者是休闲步道 河岸防信的部分可以做得更好 这是我们这次的一个诉求 那目前今天谢谢我们的地方的民意代表 东胡处 在郭英一郭副执行长 以及我们的沪坤齐副委员办公室的李主任 以及我们的区美人区区代表主席 也跟村长魏景天村长跟县政府 都有来到这里做相关的一个会看 那因为公路总局没有派人来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会看之后把相关的意见 请我们中央的民意代表 带到公路总局去 希望人里桥的改善 一定要把它做好 以及我们这个拆迁户的这个部分 一并的做改善之外 那人里桥是我们重要 吉安中正路上的跟花莲市 交接一个同一个圣火签 我们希望人里桥的部分 在桥面上的部分 必须要加高到110公分 对于行人的跟脚踏车的部分 比较安全之外 那桥面上的部分 我们希望要加灯 因为它很宽 路灯的部分 也希望在这个桥面上 能够加一点照明 比照东苍桥 往常是很明亮的 也是创造我们城市的夜景 希望桥梁跟道路 休闲步道 防信的部分 一并给它做好 先以防信表示 速化改通车之后 它有限人里桥 往返的车辆是越来越多了 加上大吉安地区人口 逐年的增加 人里桥使用的频率 可以说是相当的高 它也会持续做好监督的工作 让大家心思在这条桥面上 能够安全无遗 记得就会先上报道